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既然周先生对养马那么有兴趣 在秋马之前 有没有做一下功课 他马会买回来的每匹马 做一些初步的形式呢 我觉得我相信澳门赛马会 他们有专人去筛选 去选 CEO 李宗盛 去过组织那里 他们回去很多时间 去过很多农场 周围去看过演过 做了很多专业分析 所以我完全相信澳门赛马会的选择 起名叫做创新复星 肯定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问一问周先生 为什么会改这个名字呢 改名有个故事的 首先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 读这个 Chemical Physics 里面 周先生自从做马主之后 日常生活多了一样习惯 就是看马 他一有时间 就来澳门赛马会 看看他的一匹外区 与马夫 与马师 了解一下他的身体状况 与操练情况 你看 创新复星 好像已经知道他的主人是谁 只要周先生一来马房看他 你看他就会特别温顺乖巧 看来周先生很享受 他的初次养马生活 而且与他的外区 也培养出深厚的感情 而创新复星表现又这么出色 单单在半季 就已经赢得超过150万奖金了 肯定心得周先生的喜爱 如果我都好像周先生似的 拥有一匹这么出色的马匹 就把达了 创新复星和外区的拍档复星追上来的了 去到周年五十块了 创新复星已断肥如窃 拍着外区的拍档复星 过中年长创新复星第一 第二名拍档复星第三名勇士 今天这件事就是说缘分 因为创新 挺贴切的 就想到马区里有些福气 有些福声的 创新福声就知道了 我去到马房里看到这些马 他就很开心 很专门 很专门 我会期望 就是希望他身体健康 发挡狼 就是这样